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也可以算是朋友吧 但是这十几年都没有来往 那你对这个老朋友这十几年来的这个变化有什么看法 这球就踢我这儿了 我觉得应该先 咱们既然讲到这儿 徐老师 只有一个看了片的 咱们先从看了片的说起 我那就是非常喜欢陈凯克的电影 看他的电影呢 其实之前就有期待 其实有两个陈凯克 你要看从哪个角度 一个是霸王别姬的陈凯克 一个是无极的陈凯克 你要从霸王别姬的陈凯克的角度来看呢 那说实在话是有点失望的 看这个戏啊 其实呢 他最早震撼我的是黄土地 那个画面就很好 他后来拍过一些以文学题材的 比方说他把命若 石铁生的命若琴弦 改成一个叫边走边唱 那不成功 然后大家期望很大 他把阿诚的孩子王 改变成电影 那个时候大家也期望很大 但是也不是太成功 所以他讲故事 但是霸王别姬是非常好的 那虽然很多人 绝对经典 我个人觉得是写文革三部最好的电影 我甚至有说假想 就是说 你甭管怎么说今天的社会怎么样 或者说有人说 这导演过时没过时 我怎么老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就是原样的霸王别姬 就是现在刚上映的 我认为也是牛的 当然肯定 不管票房口碑 所以叫经典 现在有人认真的在讨论 大规模的重放 就是这样的好的经典 大规模的重放 其实我觉得这种电影应该重放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正在没机会看到这样的电影 如果你说整个中国电影 一百年来 你要列举比方 一百部五十部最经典的 我觉得霸王别姬都有可能在 电影频道应该重放吧 对 没有在重放吗 电影频道不一样 现在这个大规模 就是这种影院 这种科技 这种效果 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大家 赞颂之词说的够多了 到时下山呢 比这个无极怎么样 比无极有进步 有极 比无极有进步 还是你学生吗 比无极有进步 他这个 比方说无极里边有些笑点 比方说有个皇后跑到屋顶上脱衣服啊 有惊人的预见性吗 这次又有惊人的预见性了 这次房主明啊 演了一个武术大师的儿子 而且里边吃错药 武术大师的儿子 他剧里边脸都吃坏掉了 最近我听说陈宏说 他的这个房主明毁了这部戏 因为他后来 这引起了一个话题 他吃药是后来 你现在说的是进步吗 就是吃错药什么这些是比无极更进步了 当然比无极有进步 因为无极那个大家都笑出来 你够损的 人家陈凯哥自个儿还聊呢 说这你看我这电影有预见性吗 当时房主明还没出事 但是呢 在我的电影里 他就已经服毒了 对 从这个意义上 我都没听明白 武二代嘛 一个武术大师的二代吃错药 你看这么有预见性的 不过呢 说实在话 我是我不敢开玩笑 我是非常认真的进戏院买了票看的 故事没讲好 就是道士下山 他原来的意思啊 就是一个道士很纯洁的 到人世间 见了各种各样的罪恶 经过这一番磨练 最后回到山上 可是呢 他前面的故事还行 由那个林志玲啊 演了一个潘金莲似的故事 跟范伟 这么一个我们不想剧透了 反正前面的故事 但是他主要是他后来啊 他请了两个大牌 一个张正 一个郭富城 而这两个大牌的故事呢 跟前面的故事没关系 我估计这两个大牌 大概都不愿意跟这个林志玲里边的 这个淫妇的这个角色 发生什么 所以后面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所以很客观 我们不撇开 陈凯克不讲 我我不是我个人看 反正走出剧院的时候 后面的人都在抱怨 就是说 这故事不知道在讲什么 口碑不好 口碑不好到什么程度 口碑不好到 以至于有人猜疑 这是这部片子 是不是在进行一种 差评营销 或者叫争议营销 对吧 就是但是好 就照你说的没拍好 那么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霸王别姬拍的那么好 这个就后来拍不好了 我 你解释 我说一下 作为没有看过这个片子 因为我的确是 就是看的这些朋友圈里的评论 都是很糟 但是呢 糟的就是 其中有一种声音 我注意到 就是说 哎呀 凯克现在已经弱到 就是都不忍批评他了 但是我就说 哎 我想这为什么不忍呢 我就联想到就前几天 也他们转发的一个是冯小刚的评论 呃就是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个 评冯小刚还是 评冯小刚评陈海哥的一句话 嗯 冯小刚的这个大概是在微博上转发 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说 冯小刚说 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洛杉矶 现在天这么蓝 阳光这么好 我站在山顶上 觉得视野非常的辽阔啊 然后我听到陈海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了两句话 陈海哥说 就是说 说的这个 我们导演能负责的事情有多少呢 啊 可是一个片子出来 所有的罪过都得我们担着 然后这是凯哥说的话 然后冯小刚接着就感叹了 说的 说的这个是 说的 从来都是要求我们 拍出这个 无愧于时代的好片子 可是呢 我们老是 现在这个 有愧于时代的泥潭里边 我们想跑 可是总是拖泥带水 他说从这个 从这个 啊 片名 到 到白 从一场戏 到每一句 啊 话 所以说这个 片子出来已经遍体鳞伤了 我的意思 我感觉他就是说 心情相惜啊 就是说 觉得作为导演 你们都看到是一个成品 多么的垃圾 多么的多少不好 对吧 但是你们知道我们能拍多少呢 啊 我们当中又经过了多少考虑呢 这个凯哥 限制 你想过吗 凯哥这个导演 他好像流露出一些难言之隐 就比方说这个电影的这个旁白 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他那意思就是说结尾那旁白 我自个儿也不喜欢 当然又说 那是 那就是说好像有一些不是他的意志 但是他又说呢 这也不一定是主管官方的这个关系 可能你就觉得他好像需要顾忌很多方面 所以出来了这么一个 不尽然是他自己意愿的结果 至少我看的觉得这个感觉挺拧板的 就是说啊 可能你在考虑题材的时候有限制啊 所以你就拍了这么一个东西 可是你在拍这么一个东西当中呢 你有揉的就是一 比如说我又得就这个 我也得就那个 然后就最后出来这东西 你也不能全说 就是因为啊 我因为我有一些没 我本来特别适合拍的东西 我不能拍 而我拍了这个 但是你就拍了这个 你就咱们就就这个讲究 那就是得货币参加 你觉得拍的怎么样 大家都在这个文化体制当中 大家都在这个文化体制当中挣扎 但是有的人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挣扎的好 比方冯小刚 我觉得冯小刚啊 大投资啊 他拍的什么唐山大地震啊 1942啊 坚持他自己的风格 就是我 陈凯克前面两部戏 也都众归众矩 赵氏孤儿跟梅兰芳 虽然那个黎明眼梅兰芳 是我们是有点失望 但是戏 梅兰芳开头那一段 多好啊 但是这个戏呢 还是扎扎实实的 我们为什么会对陈凯克 有这些失望 其实就是因为希望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 我心目当中的陈凯克 是一个文学青年 是一个 是一个对文学有追求的 那这个片子伤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被这个文化体制给害的 他其实这个片子成功成功在哪里呢 为什么大家进去呢 就是大牌啊 就是一看不单有陈凯克 还有林志玲啊 范伟啊 王宝强啊 还有张震啊 郭富城 你看那人挡都挡不住啊 那男女老少的人 这么多的人出来 你说他不会讲故事 我觉得也是好奇怪啊 因为我至少我认识 二十年前的陈凯克 那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啊 就真的是会讲的有声有色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 《霸王别姬》 尤其是我觉得前三分之二 那故事讲的又简直就是 跌宕起伏 那真的是挺像 陈凯克的那种风格 我上课一直说 他是《霸王别姬》 是比李碧华原来的小说更好 很少有电影改编 好过原作的 所以李碧华后来再版《霸王别姬》 他索性用了他电影版的很多内容 他本来是一个戏子无情 婊子无义嘛 是讲这么一个内容的 他变成了各个时代的演变 是有史诗的《霸王别姬》 我没看这个电影 对 贤害的 成也是钱 坏也是钱 你找这么多大明星 你搞这么大的制作 你背了这么大的招呼 为了这个票房 你就要为了这个文化工业做牺牲 可是这次陈凯克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是质地有声啊 说拿电影换钱 那叫下贱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不是 恰恰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是他这个电影 刚开始宣传的时候 接受的采访 那个时候小时代还没出来 但是这个话被注意到 那时候呢 恰巧是小时代这个片子 正在宣传 正在宣传期 所以人们又把这两个事 说在一起 人家以为这话是国际民说的 我倒是觉得 这其实形成了一种 就是大时代和小时代 有点相应 你说的对话 他们是不光是陈凯克 就整个连凤小刚在内 包括咱们说张一某什么 以将啊 第五代什么的 都是大时代 大时就是第五代 之前也是大时代 就革命时代 那是个大时代 对吧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个大时代 80年代是个大时代 是个浪漫的时代 那是他编的书 80年代 你那个书里面有陈凯克 有田壮壮 田壮壮也是啊 就是很悲壮 那时候跟钱没多少关系 因为钱是国家储的 对吧 也不用像票房 自然有票房 对吧 然后而且还有讲 这都是一个大时代的 一批导演 大时代讲意义 小时代讲钱 反正我 或者这个意义也变成 就是 小意义了 比如说 你看这小时代 咱们其实在这谈过 谈过之一 咱们就是 我是没看之四 但是至少我在这个电影院里 看到他那个 之四的名字叫 灵魂尽头 是吗 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都是 灵魂尽头是什么意思呢 灵魂的尽头 给你想想 是物质吗 是没有灵魂的意思 灵魂的尽头就是刚闻 The end of soul 你这说的更损 对吧 因为生活尽头就是死 对吧 那就是没生 灵魂尽头没灵魂 一个没有灵魂的片 他自己这么说的 又是小时代 又是灵魂尽头 那么你想想 大时代是什么 我们全都是精神 大时代到时下山以后 都是灵魂的 人生的感悟 他下了山了 下了山以后 他不要怎么办了 到了另外一个时代 他不错乱 你说能让他怎么办 他这个解释很有意思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觉得刚才扎老师讲的 可能讲出了这个原因 就是其实不光是陈凯歌 可能是在陈凯歌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 陈凯歌呀张艺谋啊 江文啊冯小刚啊 我认为这些个成就卓著的这一代导演 他们在这个新时代都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就像你说的 他就这个电影的角色名字就解释了这个原因了 道士下山 道士原来是修道的 道修道是不严厉的 可是你也得还道凡尘 你下山了之后 你就那名叫什么了 河安什么的叫 河安下的那个王国家 在何处能心里在哪里 心能够在哪里安得下 我在哪安呢 在这么多种不同的诉求当中 而且说实在的 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 大家投资商对这些大导演的期待 你拍部片子还是希望你惩罚全球 惩罚全国的 希望你有大片主流的这么一个一个收获 可是问题在于呢 就是私有收获 票房还是很高啊 电影院还是很多人看的 他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我就接着你这话说 你道士下山了对吧 你要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风景 要不然你就是 您除非如来佛啊 要不然你真的逃不出这手心 你发现到处都是 我这这么说有点妖魔化 其他的人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但是我就是说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世界里以后 他的玩法也不一样了 玩法不一样 你叫他 我刚才好像说就是群魔乱舞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百花园 对吧 应该我们理想的状态 应该是各种花都有 大片也有 讲道的也有 讲什么钱的也有 讲大人物的小人都应该有 问题是 现在这个时代 你真的是讲大片 至少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 为什么我觉得 冯小刚那感叹 他替陈凯歌 他们这一代人感叹 后边还是有一点 你不能说他就是 把这个都推给别人了 因为的确在这个 这种环境之下 你这个百花园里边啊 他这一位花 你就首先先排除一些 因为他咱们看到的 都是拍出来的 没拍出来的 是什么呢 可能是他们会拍 是毒草可能 比如说 他假设为毒草 陈凯歌呢 想拍李必华的 延安时期的口红 是他还已经找好了 叫王妃演江青 张国荣演毛泽东 是李必华的一个小说 他说他没拍出来 因为没办法拍 这个是陈凯歌 就是这意思 因为你可能是毒草 不是 他在这部戏里 他也有啊 拿掉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说呀 要叫我跟你关心的 这个课题 还都不一样 我还有一个 我的研究课题 就是陈凯歌的激情 二十年的问题 就是说 他这个 他似乎啊 就是他这个电影里边 这个人们都在讲 这个激情 你发现没有 陈凯歌接受采访的时候 自己就讲 就说 我没有意识到啊 张震跟郭富城 对吧 他们在一个山洞里 一块住了十年 他说我没意识到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 他有些什么感情 那也是一种自然的联想 但是陈凯歌的电影 很有意思 我不相信 他对同性恋 多么情有独钟 但是的确 他从开头 他的片子里 就有这个的暧昧 帮忙别机友 帮忙别机友吧 然后到那个大阅兵 你记得吗 那天陈凯歌 自个接受采访我看了 他说在蒙特利尔得了个奖 他说一听颁奖词 我有点愣 当时的颁奖词 就是说 他表现了一种中国男人 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 中国男人之间的情感 轻易 因为他觉得呢 他是从小在部队长大的 他说我呢 从小就是隔着一个文杖 睡着二十多个男人 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然后但是你看啊 我觉得应该对陈凯歌 进行一些潜意识的分析 就他未必以为是这样 可是他无形之中 流露出来的很多东西 一直到这次 你知道吗 他拿掉了两段戏 张震和郭富城 在别人的劝说下 赵陈凯歌说 拍的时候是很真诚的 他也没想到 他说后来是听了别人的提醒 我认为他拿掉是对的 否则的话 这个话题就爆了 你知道吗 因为赵陈凯歌说 拿掉的戏是什么 就是张震 后来又到郭富城的一个 什么破庙里去看他 然后两人之前有这样的对话 郭富城说 今天晚上你就睡这 张震说 我要跟你一起睡炕上 然后郭富城说 你就睡这 有这样的对白 然后说 还有一个地方 说是王宝强 进了郭富城的一个 什么卧室 卧室里挂着一张张震的照片 然后呢 郭富城还是跟王宝强说 今天晚上你就住这 然后王宝强一抬头说 那是谁 同志片 这是陈凯歌亲口说的 就是他说在别人的劝说下 他把这两段戏 拿下来了 现在 你说他这种无意当中 他自己无意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起来 全是激情四射 我看了这个电影 我只看到一个层次 现在听你们一聊 我发现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是我不满意的层次 就那个道士下山 一会儿碰到女人 一会儿碰到佛到庙里边去了 这个汝道佛 三家混了一塌糊涂 英文名字叫Monk 那个中文名字叫道士 我觉得有点混乱 刚才听小杂讲的第二个层次 道士代表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 八十年代理想主义 启蒙精神进入了今天这个文化工业的小时代 这种尴尬 这种 他给你完全是道貌而然 你那一套道貌而然 你这套道貌而然 这个道士就 而且呢 电影里的道士是回到山上 现实中的陈凯克是回不去了 所以这第二个层次 你讲的更亮 更妙 第三个层次 后先 原来 原来 从陈凯克的这个道士 可以 惊人的预见性 我们在张伯芝身上看到了 我们在房主民身上看到了 现在 又在张伯芝跟郭富城身上进一步发现 这个真是厉害 现在的中国观众 第三个层次 是 炒作策略的 还是你发掘出来的意见 不是 他在这个层面上真接轨了 现在中国观众 我觉得你要不拿掉这两篇 都会这么笑场的 都会这么读的 都肯定 可是当年我们看大阅兵 可是没人看出来 同志 你看 那真是就是看 说明咱们接轨了 咱至少跟蒙特利尔的那个评委 接轨了 当年他们在外国人看起来 所以谁说凯哥过世了 他穿越时代 他高奏凯哥 他是时代的主旋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这个电影 同时看了一个 尔东生的路人甲 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观 对照 一个是大陆明导 拍香港的武侠片 追这个胡金泉 张策 王家卫 这条线索 挑战 另外是一个香港导演 拍大陆戏 香港导演 拍大陆戏 这不是第一个了 十月围城了 对不对 好多了 最近拍了 谁还拍 《志祺为虎三》的 徐克 但尔东生这个 拍的非常主旋律 我的主旋律 是正面的词号 他写大陆的弱势群体 就是这个横电的 群众演员 他写的就是 非常非常的写实 而且他把握的 这个分寸 而且用的 全部是无名的演员 有名的人做宣传 你这么一说 我就想到了 刚才我们说了半天 好像只有两种选择 就是要不然是这个道 要不然是魔 小时代 要不然是大时代 但是实际上就还有这么一种选择 你说的 包括我就想觉得应该一提的 就是贾张科 贾张科代表了一种 又不是第五代的 也不是现在的这些纯商业片的 另外一条路 他拍的还是 你看他的题材也都是当代的 对吧 但是他并不是大片 然后他走的那个 我觉得是比较小众的 你可以说他可能 他早期比如说拍了很多片 有些可以叫做文艺闷片 比较沉闷 大家看不上去 好像一个场里头摆在那儿 没完没了 拍的也都是一些无名小卒 对吧 然后去欧洲得奖 可是这边呢 好像有一阵 好像还不能放 后来解禁了 放了也是小众观众 反正大家的标签 他是一个为外国人拍片的导演 但是其实他后来 我看他最近一个叫天之天注定 天注定 我其实还是在纽约的这种 也是一个艺术电影院看的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这个片子 有一种新的走向了 我感觉一个是 你看他的题材还是 其实都是近年的著名案件改编的 什么富士康的那个工人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邓玉娥 什么那个女的把那个 按摩剪刀刺杀的那个 对吧 就是几个小片组合 但是那个节奏不是那种沉闷片的 有点那种好莱坞动作片的那个节奏 你知道 然后里边的串的一些东西 也是就是杂柔 就是又有那种戏剧感 也有现实性 也好看 就这种 我不知道你耳东声音我没看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 耳东声这个更加朴实 那个天注定我看了 我的感觉是他跟于华的第七天 有点类似 你说那个小说第七天 小说第七天有点类似 就是说他把目前社会上 最耸人听闻 最可怕的事情 把它串联起来 但是耳东声的 这不是那个梁朝伟 他们都写影评吗 连林青霞都写影评吗 他这也是一种新的制作方式 就演员全部是不认识的 他那个电影 宣传的人是很明 他做的那个 不是 他这个贾张科跟耳东声 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这个 我做过一个电影节目 就是他们这个 我是路人甲这个剧组来 那都是横电 那个匪兵甲匪兵乙 路人甲路人甲路人乙 这些演员到最后都就哭啊 冲着耳东声鞠躬啊 因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 就是 让耳东声就说 耳东声也是因为在横电拍戏 他有这个感触 他说这些人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电影的主角 这种感觉 他里面有两场戏 非常引人注目 一场戏就是一帮年轻人 就叫横飘啊 谈人生意义 这场戏就生硬 因为这种谈人生意义啊 通常大学生宿舍才会谈 这个民工啊 这么谈啊 有点尴尬 还是让凯哥来谈 对 让凯哥来谈 但是接下来有一场戏 是写拍戏的 写一个演员到警要关 他抛弃了妻子 为了拿一个角色 可到警要关头出状态了 演不下去了 那场戏也很长 有力啊 为什么 而东森就是导演 这种拍戏的场面 他太熟了 咱还是说说这个小时代吧 小时代最近不是 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对比 就是说 这个你看陈凯哥 他拍出了这样的电影 但是呢 他在思想意识上 仍然觉得 你拿电影换钱 这是下作的 是下剑的 而且他还有人生感悟的责任 可是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认为郭敬明啊 他不是年少轻狂 他是一种应激反应 因为他被人家骂的 也够呛了 对吧 所以他现在 反而你把他逼向 另一个极端 就是说 甭说我年少轻狂 我就认圣者为王 赚钱了 不是 我这小时代 一二三四 加起来票房 十几个 一 广州话讲 吹妹 是吧 吹妹 广州话的意思 你拿我怎么着 对吧 对 我剽窃不道歉 我怎么着 我真的有朋友 就是这么说 我还 我鄙视 不鄙视 郭敬明的人 他就拒绝看了 你知道吗 有这么一批人 我说的还不是咱们这一代的 我说的真是 80前后的 这一批人 包括我女儿 这样90后 有一些小孩 他的同学 为什么他现在跟我说 你给我买个碟 小时代 我也要看看 因为他的90后 你女儿也看小时代 他没看呢 但是他的90后的 小女孩 他说我一二三四 我都要看 看完了 虽然他也要表示 这个太低级了 因为这据说 是给初二女生看的 这个 他还是要看 就是现在的 比如90后的 你要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 像我们这个岁数 乃至于像凯歌导演 这个岁数的人 你都有一个 你了解 你看明白这个社会了吗 它在发生的什么变化 比方说这些90后的大学生 这些女生 他跟你说 郭敬明的小说 是我们整天拿在手里 整个的中学时代 就是看郭敬明 他说就像过去看穷瑶一样 我们就是看着穷瑶的电视剧 和郭敬明的小说 他也承认 这就是个爆米花的电影 可是你知道 这女孩跟我说一句话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他说对于一个 他相信这一套 他很真诚的写出了 这些东西的一个人来说 你也不好意思说他low吧 就是 就我记得 张老师也曾说过 这就是他的梦 这就是爆米花嘛 你从来不喜欢爆米花的 没有人生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它是一个东西 我要追求的这个东西 叫成功也好 以金钱 以什么量 颜值也好 代表 女孩 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